首先呢就是这个文件打开方式在这里 就是找到这个文件然后点击打开 打开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看你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 红色的这个区域它呢是这个位置 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文件呢不用做到这个太靠边 就在这个位置以内就行 所以说咱们先做这个打孔 就是以这个绿色的为区域就行 绿色的区域靠里 比如说这个位置我要做打孔 我做打孔呢我可以用这个不规则 不规则这个呢就顺着这个 顺着它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轮廓 可以把它画了 就画到这个绿色的线里就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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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那个编里 我把他把他编鼓里 这个图形好像比例是不对的 把这个图形的比例给它挑起 不是 不是 这个没啥编开我 都是小不点小件 我都穿隔一块了 一米乘八十的得四个 得四张切四回 把比例加大一些 但是呢 它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要改 这个位置呢 那我就把我的固定行列给它改 给它先安排 把这个绝对纸还有固定行列 都给它关掉 就不勾整 实际的这个位置呢 在这里 这个 现在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不勾整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但是呢 它的这个大小 因为你现在在缝纫线上 所以说你还要把它的这个尺寸 尺寸还要给它改小 比如说上下左右我要给它缩小 一厘米 一厘米的话呢 比如说是 四 对 就给它缩小一下 然后这里比如说是五 这样的就一圈 正好是一厘米 然后OK 然后呢 在你一厘米的基础上 它就会 整体的给它缩小一些 然后看它的左右应该差不多 上下的话应该还要再改小一些 上下 下的话是这里 四 就是看你要的这个 要缩小的这个范围 然后拿尺子测量一下 这样的就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一个范围 然后紧接着你再去画下一个 下的话 就会让它缩小的这些 这边都可以 让它缩小的 下方 下方 你看他的一些一个宣座 就是这样的,在这里去选择 然后比例最小 数是3 然后这里数是4 79.5 OK 这样的再给他缩小一点 我再测量一下 你也可以,如果说感觉这个位置不好 不合适,就给他向下移动一下 找好这个位置就行 然后其实他呢 你做完这一个,就向左边的这个 给他删掉,也行 左边这个删掉之后呢 测量一下这个肩脚位置 从这里到这里 比如说他是57.43 那你这里复制的时候 水平复制 57.43 需要复制一个 然后你就选中他 然后给他向左复制 然后呢,给他向右复制 再选中他,向右复制 再向右复制 就是如果说他这个图形是一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给他像,就是以这种方式去复制 虽然很明显这个边,你需要给他调整 这个边 像这里呢,怎么给他调整 你就可以框选中这几个点 用整形工具 框选中这几个点 然后把他向右拉 然后把这给他调整一下 一个状态就是这样子 左边也是一样 然后另一边 然后这就行了 然后上边呢 一样的方式 用这个不规则 画中间这个 比较好 这个不规则 楼 说了 哎呀 嗯 啊 这是 来 我 这是 这 这 这个也很像这个 打来一个 然后给它向左复制 这是这部戏 那么这个就不能向左复制 对它不是最衬的 2,000块钱得加多少钱 2,000块钱得加多少钱 2,000块钱稍微钱 3,000块钱 3,000块钱 ключ去了 有問題 不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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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